好 欢迎回来 那么在看过了花样姐姐的美貌和感动齐飞的旅行之后呢 郭德纲 欧帝 贾乃亮 信 金胜柱 陆毅 也将要组成一个花样男神团一起旅游了 而当这几位聚集到一起的时候呢 这发布会现场真是让我们笑到完全停不下来 一席唯美白沙男生们 你们这造型是闹那般呢 光看外在就极富喜感 这一开口更是段子金句开口就来呀 我觉得一票男孩子出国去玩是很嗨的 所以呢我们要做很有男人味的感觉 对 就做很多很男人味的事情 比如说一个礼拜内裤不换 欧帝说完冷笑话 信就被对手吐槽成了搓脚大汉 笑什么 做足运 你了解那个横眼吗 不知道 那就不用再太多了解了 我还没演完就破梗 没演完 继续 没忘了哈 爱刷宝的贾乃亮更是生情并茂地来了一段爱神秀 都是花样男神 让你们看看贾乃亮花样起来的时候 不比小鲜肉差 本以为男神们稀疏亮相完毕 这时候郭德纲竟然压周出场了 你这破喉 你这破喉啊 他们对于您的加盟有一些质疑 我要过来就没有颜值呢 阅磨在众人的不满声中 郭德纲道出了来当男神的真正原因 跟我说多少回跟我提这个 我说我真去不了 岁数也大了 也折腾不起 后来他们提到钱了 我说好吧 坚持了几位搞笑的功力之后 韩国小鲜肉金圣柱瞬间将画风 拉回了男神改有的样子 台上你来我网不亦露乎 台下更有神秘的摄影师惊艳亮相 当中那位媒体记转 你们看着他的镜头 看着镜头背后 那张脸 那不是小包总吗 这不是小包总 你来干嘛 小包总小包总 你为什么不穿身旁 我刚才我在后台 我求半天 我说给我弄这么一个裙子 不给 说就这么几身 男神路易 当天由于飞机晚点 遗憾缺席 更多精彩 精彩东方卫视花样男神 希望在线采访不他